民进党真的你好会做大内宣 而且每次都在讲那种话 可是都会让大家觉得说 你真的别讲了吧 比方说行政院长苏贞昌不是讲了吗 他说哎呀你看现在凤梨削不到大陆去 就是因为有这种事情 你就知道别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可是我们真的就是把鸡蛋 几乎都是放在那同一个篮子 放在哪里呢 就是放在中国大陆 然后呢你说我们也有放到其他的篮子里 澳洲啦美国啦日本啦有吗 我们等一下就来好好来验收了 现在卖不到大陆去 很担心会不会有所谓的连锁效应 香港的媒体香港01有报导 说如果发现病虫害的话将拒绝入境 所以难道说卖不到大陆去 接下来也要小心卖不到香港去吗 再来环球时报甚至也直指说 你们等着看还有一连串噩梦啊 但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就说 哎呀你看这个中国大陆呢 你要注意啊到时候受害最大的是他们 是中国 陈吉仲这样说真的是不是又在呛中了呢 很敢向好可是呢我们先看大内宣 这个是2020年当时做的蔡英文总统不是说 凤梨销到澳洲吗好那我们就来讲澳洲的事 现在那到底还能够销到澳洲吗 因为你不能说不但只有56公斤 而且是只有凤梨干嘛 结果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他现在就说了 是不可能直接就卖去啊 而且还要通过通路啊贸易商通路推广 保证来看哦五月生鲜凤梨外销到澳洲 好现在算一算三月了哦 所以呢之前奇怪了 好像不是说都是问题吗 因为你农委会不是有解释吗 啊去年因为有疫情呢 运费贵的离谱市场竞争力才差嘛 所以那时候的问题到现在就不是问题了哦 所以出事了你才开始拼吗 这就是我们的所谓的国家队的作为吗 再来你说到美国哇 美国的侨胞真的也相挺啊 大家也很想一起来帮忙买台湾的凤梨啊 可是呢有侨胞就反映说不行啊 真的你看大内宣这边也做了一张图啊 还告诉大家越吃越旺啊 还连什么联络的email电话都有 侨伟会请大家要帮忙买 但是呢美这个美国的侨胞就发现说 碍于美国法令限制 侨胞认购凤梨是根本没有办法 让凤梨进入到美国的啦 结果陈希仲怎么说呢 那就请侨胞先喝凤梨汁吃凤梨干 生鲜凤梨会尽快的向美国申请 那我们就要问了 之前你把台湾的巴勒卖到美国去 花了十年的功夫 那么请问难道这未来的十年都叫我们要吃凤梨的加工食物吗 请你再等十年吗 再过来日本的部分说去年外销日本有2000多公顿 今年确定超过5000公顿了 而且还有1200公顿洽谈中耶 但是呢还记得吗 就在前几天谢长廷不是才告诉我们了吗 叫日本买凤梨是卖人情 价钱不高数量不多 所以现在陈吉仲到底是在打脸谢长廷 还是现在这个凤梨是用剑价卖出的呢 我们很希望知道更多的答案跟真相啦 不过呢这个陈吉仲啊 他针对台农发这件事情讲了很多话 大家知道他们不是说我们现在要成立农产国家队吗 农产国家队早就有了啊 不就是到台农发吗 但是呢陈吉仲很矛盾 因为我们发现在昨天的时候 他还在说台农发要加油啊 台农发出口六顿的金钻凤梨去日本 距离农委会的目标一万公顿还有距离 所以还要叫台农发加油 可是今天呢 农委会还有发声明 还特别对台农发表示了肯定 说这个董事长洪中修上任半年多 已经缩减了公司赤字达三分之一 今年要打损一两平的经营绩效耶 但是呢这个台农发到底是不是应该 要受到立委们的监督呢 国民党立委飞鸿泰很关心这件事嘛 也很关心台农发的绩效嘛 然后结果他说台农发是私人公司 政府的持股没超过五成 台农发所以不用来立法院报告 感觉好像有点要撇清啊 可是明明他就是政府百分之百转投资啊 而且农委会啊还可以指派台农发的董事长啊 所以真的就免受立院的监督吗 而说到了台农发这件事 结果行政长苏贞昌他也曾经有回应了 两周之内会给立法院一个书面报告啦 这个两周也未免太久了吧 难道现在是想要脱字绝吗 有没有在为人民谋福啊 真的我觉得看起来呢 真的是让大家觉得心里是会很沉重的 因为民进党呢 他们的所谓的价值到底是放在什么地方 是为人民把关食安的人 这位民意代表如今觉得是被冷冻了 但是呢涉贪交保的人在这里 却能够继续的留在民进党的党团中 我指的就是苏正清 好我们来做一个对照 还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 很讽刺啊 你看民进党立法委员林淑芬 他因为站在民意 在莱猪法案的时跑票遭到了停权三年 他没有办法担任党团的干部 并且也无法选择立法院当中的委员会 所以他本来常年都是在未还委员会耕耘 那是他专业的领域 结果呢强迫被调走 没办法继续待在未还委员会了 那跑到哪呢 冷门也不是属于他的专业的外交国防委员会 林淑芬他当然啊 他非常的感慨 他说这不是处分立委而已啊 这是处分人民 因为呢让他留在未还委员会 他才能够站在民意为人民发声 可是呢同党同志们却对他不以为然 像郑宇朋友就说我不认为不能选择委员会是被惩罚 罗志正也说不能够你只想权利却不尽义务啊 讲的可都很酸呢 可是做一个对照我们来说 哎苏正清他不是涉滩吗 就要跟赵正宇涉滩 北检还求处重刑 而苏正清呢宣布退出民进党之后 居然还可以配合民进党立院党团运作 而且还是从经济委员会可以转到交通委员会 有人就说在立法院当中的交通委员会 其实他里面有涉及到非常重大的建设啦 或者是法案啦 有人甚至还觉得说这个委员会其实是蛮不错的喔 但是为什么他还可以继续的待在那里呢 而无党级立委赵正宇叙留交通委员会 那他呢真的涉滩都没关系吗 民进党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都不知道 应该要稍微切割一下呢 好所以呢现在目前我们就先从这些人跟 我们的林淑芬来一看哇韩冰 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民进党遵从的价值吗 站在民意这边但不听我的话你就滚 但是这种人我继续让他留在这 疫苗终于来了 可是呢大内宣也要赶快做起来吧 这个大内宣是民进党的专长啊 但是大内宣如果做了过头真的会内伤 像韩冰我们刚刚一开始是讲农业问题 等一下你可以来补充 不过我们先看今天呢这个内宣是不是真的也过头 疫苗大内宣耿涂来了 那就是这一张疫苗来了 这是蔡英文总统的 还有就是行政院长苏贞昌的 首批疫苗抵达医护优先接种 医护优先接种 然后告诉你有哪一些优先顺序 然后之后再开放一般民众 那带着他咧 院长打不打咧 哇这个字真的很小耶 这是故意要写这么小的吗 按理来讲应该要写大一点啊 疫苗不足我不抢 没人敢打我率先 好啦这个是我们行政院长苏贞昌他的立场 你看字还要靠我们来放大 那指挥官陈时中要不要率先来施打呢 别忘了他之前怎么讲的哦 他四年都没有职业了 他不是第一线的 不是第一线所以不要找我先去率先施打疫苗哦 好啦好啦我们都听懂了 可是呢大家也有一点很质疑了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的话 请问南韩总统他怎么好像要身先士卒呢 南韩总统文在寅表示愿意接种AZ疫苗耶 而且呢你看这是在什么样的节骨眼 他还这样子这个说我愿意先 两个人死了3月4号有三个人死了 所以这昨天加今天 一共五个人都因为打了AZ之后出现了死亡了 那AZ这个疫苗真的能打吗 南韩总统他表态了 好了这是元首的态度 可是呢另外还有好多的疑点 包括庄仁祥说越南泰国 其实他们都跟我们一样都是收到11.7万剂哦 所以你不要觉得说他是在亏待台湾了好吗 不过我们不是在质疑这个我们很好奇的是 请问一下 越南是不是都已经比我们先打了 2月24号都收到了 3月都开打了 泰国呢他们也早就有施打了 所以就疫苗这件事情 台湾是不是真的还是在国际社会上是落后的呢 应该没有错吧 好可是还有大家也质疑了 奇怪为什么我们都是事后才会知道那个疫苗来了呢 结果总统府发言人张敦涵啊他还说 什么你们要总统跟院长去接机哦 疫苗来了就要这样做吗 不懂是什么逻辑啊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我们如果反过来问 假设我们的官员都早知道的话 会不会及早先去安排呢 包括有官员就直接去机场接机 表示慎重表示欢迎 或甚至这是一种所谓的防疫成果呢 其他的国家不都是这样做的吗